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頭文山 歡迎收看山系《這樣行》 今天帶大家走什麼山呢? 就是位於麥里好徑四段的彎曲山 那裡就是彎彎曲曲、彎彎曲曲 連面不斷,大家都看到很美的景 那怎樣來呢?就跟我來吧,Let's go! 今次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彎曲山 長度大約10公里 預計時間是5小時,量度是3升 我們在馬鞍山市中心 乘搭99號巴士,來到西貢 Hello,我是水浪灣廊車 我剛剛乘搭了99號巴士 在馬鞍山去到水浪灣 價錢是7.2 現在就繼續上市行 現在我們就沿著馬路直行 現在我們就一直向前走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去關鞍山 沿途也看到很多行山客 還有馬路,也很多田 現在這裡就是榮樹屋 現在就去到西沙路的燒烤區5號場 我們現在就要去這裡 馬里浩徑4段 因為呢 關鞍山是在馬里浩徑4段的 過完馬路之後,轉左會見到西沙路的路牌 上斜路之後見到燒烤場 穿過它就可以開始了 沿途也是有樹蔭的 今天也非常之涼快 而且天色比昨天好 原來也有很多休息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就繼續上樓梯 沿途也舒服的 因為旁邊也有很多樹蔭 還有路牌了 我們可以慢慢看一看 這裡面都是馬里浩徑和露營地點 那我們繼續向前走 剛剛經過了一些有樹蔭的路 現在就更加舒服 因為前面是石屎地 而且旁邊也有一些樹木 感覺不太曬 而且空氣也是很舒服 很清新 這裡有個分岔路口 原來應該是一個直四機坪 很舒服 可以在這裡遮熱 好了 現在也是很舒服的路段 剛才經歷了一個大斜路 現在終於平了一點 走餐真的是一個心靈治癒的過程 而且我覺得這條路也不是那麼多人走 我覺得挺不錯 很值得推薦 然後走到這個位置 我們繼續向前走 前面其實也有路牌 沿著路牌走 不過小心有車 我們就站在旁邊 剛剛就脫了衣服 因為實在太熱了 我流汗了 因為這裡我覺得暫時 令到我氣喘的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它那些山路 暗斜其實也挺適合的 讓大家看看我的汗 撐不住 好累 好熱 剛剛也停下來 喝了一陣水 唉 繼續出發了 讓大家看看暗斜的位置 好熱啊 唉 但是說今天天氣已經是很好 唉 今天的溫度也是很好 是超適合行山 好啦 我們繼續看到路牌 觸陽路 這裡也有幾個不同的分岔號 不過呢 我們繼續按住 如果有什麼物理好驚 就穩固一點 好啦 現在下車了 可以舒服一點點 唉 今天很爽 接著呢 現在這裡有個分岔口 繼續 keep on 都是完全物理好驚 那我們又去了另一個地質 那這裡呢 就有一些泥土 很碎的碎石 對啦 但是呢 都容易走的 那旁邊呢 都是繼續圍繞著一些 啊 不同的樹蔭 那我覺得呢 這條路線呢 在夏天來說 都不會太辛苦 一定比花香爐頂好 花香爐頂是九成全 我現在想起都害怕 那但是 路程上也十公里的 好啦 我們呢 現在去到一個很美麗的竹林 也是一個挺好的親子行山景 因為我看到也有些家長帶小朋友來 然後呢 所以我們呢 繼續呢 沿著物理好勁的路牌 那其實呢 這裡的指示都很清晰的啦 那我們呢 就沿著 轉油 那我們 keep on 就繼續 一路走 繼續呢 就走一些 石路啦 對呀 對呀 這裡真的很舒服 這裡開始有點難走 因為 是有點 凹凸不平的 我上山不怕 我怕下山 下山真的腳軟 走完山路 再走樓梯 之後再走石頭路 搞到我都喘氣了 這裡真的很多石頭 那 都要小心 我想這段路也 真的算難了 剛剛呢 就經歷了石頭之路 那我就覺得 真的都挺 是 我那些汗呢 滴到 媽媽都不認得 那現在呢 終於走回一點 舒服一點的路 哎呀 前面是平路啦 哎呀 好累呀 喂 給大家看看前面的平路 怎麼知道 這樣 哎呀 終於可以 輕輕鬆鬆鬆 終於可以輕輕鬆鬆 頂止風 這個就是馬鞍山山頂了 好大霧 麻煩 下山就是我的藥巷 好漂亮啊 前面 是一個充滿武器的馬鞍山 唉 我朋友說 真的來到彎曲山了 好快就到了 我真的很期待去彎曲山 現在就沒有職務員 不過 今天就慶幸不太好 所以也很好 但是我想說 其實原來呢 其中一個景點 我一直計劃了 就是去那個觀星台 但是我們錯過了 那 那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觀星位 也是一個大卡位 但是呢 完完全全錯過了 都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 已經走到很遠了 我也不想再回去 那我會 Key圖給大家看看 哈哈 下次來的時候再去吧 哇 完路 看到這個馬鞍山的山頂 非常之高 但是 本來我今天呢 都有想過是走馬鞍山 但是呢 沒有戴手套 而來是 我剛剛才拿回走山 我都不用那麼高人道 馬鞍山的路線之中呢 就選這個彎曲山 因為我覺得 我應該會處理到 唉 應該 所以 以後不會腳痛吧 現在又走樓梯 完褲山 後面才是肥肉 走完樓梯走平路 啊 終點了 好累啊 但是現在已經舒服過 剛剛很多了 因為起碼 不是真的鬥潮 我們終於 看到 眉目了 一個 比較寬闊 有一些 牛仔椅的 遊蟹區 好啦 那現在呢 一路上去吧 我們 上去看看有什麼 就是這樣 我就一馬當先 衝上這條樓梯了 一個小小的觀景台 但是 也可以這樣 看一看 這裡的 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呢 現在呢 就出發去彎曲山啦 那現在呢 就開始沿著 一條 小徑 這樣去走 雖然呢 沒有傘沒有染 不過慶幸的陽光 也不是很猛烈 還有呢 它有些微風 所以也是舒服的 繼續一直走 我們決定向難度挑戰 那這裡呢 其實有分岔路 我看到這裡有一些絲奶路 那我們就試一下 上去 這裡也是彎曲山 嗯 上一個頂啊 好 我們呢 由上面 俯瞰彎曲山 應該別有一番風味 沿著小路一直上車 發現彎曲山 真的好有仙氣啊 原來的武器 一邊走 哇 那些武呢 洗了洗了 但呢 都真的很滑 所以就 沒必要慢慢走 但我呢 一直都下斜 是很害怕的 我沒有戴手套 我真的很滑 我蹲在這裡走 好像這樣穩固點 踩 石頭 硬的石頭 嘩 嘩 好滑 哇 姑先生 這段路 已經可以被評定為三星了 因為這段路 因為我真的行山太... 糟了 下山太... 不行 我的朋友已經下得去 他最好過了 他最好過了 好冷 我知道過這段路 就是... 可以輕輕鬆 但是... 這個位置真的太艱鉅 我不知道怎麼去克服他 好啦 旁邊也有樓梯 打到那邊 應該會簡單一點 為什麼要... 這麼辛苦去踩下去呢 為什麼有樓梯不走呢 我不管了 我們要... 走樓梯 這裡就是樓梯 現在... 就是一個... 非常之... 嘩 大風的 山地強一點 嘩 我發現真的很大漠 其實我本來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但其實完全是看不到的 所以... 所以... 今天就... 有一點點... 這些位置就比較遺憾 不過不要緊啦 我覺得... 應該走得最難走的路 剛才我真的... 踩著石頭 都會感受到這種恐懼 很善的恐懼 我真的... OK 但我發現我下山呢 雙腳真的不夠力 嚴重不夠力 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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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還很麻煩 很麻煩 看看他有沒有敵意呢 很害怕 很害怕 哇... 在山路這樣... 很害怕 哇... 哇... 好像跑到那邊了 很害怕 然後... 然後... 就是有些石頭之路啦 那... 都是... 慢慢... 步步圍形地 踩著石頭落啦 但是我覺得 今次的石頭呢 就相對... 走過剛才 因為呢... 這些比較乾一點 還有沒有那麼多碎石 那所以呢... 就... 暫時都沒有那種... 滑下去的感覺啦 好啦... 那現在呢... 就是落樓梯的時間啦 那... 終於都過了轉難走的路啦 那我們呢... 現在呢... 就沿著... 這條路線呢... 就去回馬雲山啦 那... 我估計呢... 其實... 整條路線呢... 大概10K呢... 都真的要4個小時啦 那當然啦... 我覺得... 可以快一點點的 但是我自己落山方面呢... 就耗時... 就耗得很多 前面呢... 就是大金鐘啦 也都看到有人呢... 在玩滑翔山啦 我覺得好像... 愛的迫降 大金鐘 找人我都會挑戰你啦 那我們呢... 就沿著這個不理好境啦 因為呢... 上面呢... 大金鐘啦... 那我就... 走... 這一段啦... 因為... 都... 體力有限啦... 那如果大家呢... 是想夠挑戰就... 可以上去的 好... 都是走樓梯 我們... 下山啦... GOGOGO 繼續走呢... 就已經看到... 有牌啦... 那這裡呢... 上當年我就是... 走樓梯的時候... 經常經過... 是瑪莉侯儆的啦... 對啦... 那這裡有停啦... 有休息的位置啦... 但呢... 我們太餓了的關係啦... 我們... 不休息啦... 就直接... 去馬安山... 那... 這裡有說到... 就是... 4.2km... 拍給大家看看... OK... 那我們... 沿著這邊... 右手邊... 走了... Hello... 那我現在呢... 就在馬安山公園啦... 那剛才呢... 就在那個停... 就走過來馬安山公園... 大約呢... 還要半個小時的時間啦... 那一會呢... 還要用多半個小時的時間呢... 就繼續呢... 走回去馬安山村啦... 那... 由停啦... 開始呢... 出發啦... 再去馬安山公園啦... 那現在呢... 就回馬安山村路啦... 那... 發現呢... 其實呢... 都真的... 累累的... 那... 但是呢... 幸好是早上出發啦... 那...所以才... 欸... OK一點啦... 那...現在其實在糾結... 吃不吃飯啦... 吃不吃東西吃啦... 因為... 一會兒晚上又再吃啦... 所以... 其實如果可能呢... 再早點出發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吃個午餐... 那... 那我那時候呢... 其實呢... 頭短真的超舒服啦... 不過呢... 啊... 去到呢... 下山那些位呢... 就真的很害怕啦... 那個位我覺得真的有三四星... 我自己... 覺得... 真的... 自己處理不了啦... 可能對鞋子比較滑啦... 由... 溫溝山啦... 然後再下去呢... 馬安山呢... 那... 由我停去到... 即是... 現在這個位置呢... 都四點幾K啦... 那所以呢... 都要走一小時啦...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大家呢... 也可以選擇... 去... 搭那些村巴去拿回來啦... 那當然... 那... 今天呢... 都很開心啦... 可以呢... 走到山... 每一次走山呢... 都是... 一個... 自我放鬆的過程啦... 那... 希望大家呢... 繼續支持我的... 那... 喜歡我的Youtube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讚和分享這條影片...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 那以後一天有新片的話... 就第一時間通知你... 還要記得... Follow我的IG... Like我的Facebook啦... 那我們下集... 山蟹地走再見啦... 拜拜...